这个经验太特别了 我们搭飞机通常就是经济舱 然后大概在这个方圆 这样子的范围之内 我们可以吃饭 睡觉 顶多看看那个机上的 但是在飞机上洗澡是怎么回事 这真的太特别了 对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特别 我觉得这也只有在像杜拜这样子 那么富有的这种国家 才会做这样的事情 那因为我是去非洲 那我中间就是在杜拜停留 所以我就搭了阿联酋航空 结果阿联酋航空有1380的机队 它有全球最大的1380机队 那现在最大的那种客运的机种 那我就没有想到说 它竟然在里面做可以洗澡的shower room 对这真的是太有虔诚那样子 对可是以杜拜他们的概念 我觉得我去看过杜拜以后 我的感觉就是说 它就是要做所谓的世界第一 那你要做世界第一 比方炫富它有一个极限嘛 你能怎么炫到哪里去 比方他们最高的塔也盖了 他们那些那个棕榈岛什么 他们都做了 那这些 还有包括在沙漠里面的滑雪场 是 这么奇怪的东西 他们都做了 你还能做什么 还能满足你哪一些需求 对所以他们就会开始有一些很奇特的想法出来 包括就是让你洗个澡 不过老实说 为什么我们在很多那个飞机的休息室里面 都要做shower的那种就是淋浴间 就是因为旅行中是很疲劳 当你能够淋浴你会觉得很舒服 对 所以在飞机上淋个浴还真的很舒服 好好睡 所以我觉得是真的很舒服的享受 不过也真的真的 只有像我就像杜拜 像现在他旁边的阿布达比 这样子这么富裕的国家 他们可能才会思考到这么浪费的用法 再讲回来你最喜欢的日本 其实这里面我看到一篇文章好幽默 就是在谈禁止这件事 其实在各国的文化里面 它都会有比如说stop sign 或者是它如何告诉你不要做什么事 在说禁止这件事情的时候 各国文化不一样 对 真的 我就觉得其实大部分的禁止 在大部分的民族或国家 大家就是一个no什么 就比方说no smoking 那就是简单明了 就不准抽烟 那大家就知道 其实我觉得日本人就是因为太有礼貌了 他们常常就是说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行为 一个不好的行为 远律ください 那个汉字写远律 其实它字面上一直翻译起来 就是说前面这种不当行为 比方说抽烟这样不当的行为 请您考虑再三 他不说不准 对 他说请你考虑再三 那当这样讲的时候 以一个日本人 他们所受的教养跟文化 他们就会懂说 这个事情我不能做 他已经讲成这样了 就表示 我不是说我要禁止你 我只是你再想一想 其实说你再想一想的意思就是 你不要做好不好 对 但是我就觉得 这个对他们日本人是有效 但是对其他的人来讲 是没有什么用的 所以就蛮有趣的 我觉得这种心态 就是在这种一个sign上面 你就看到国家民族性的不同 对 但是我自己这一次 就是去伦敦的发现 就非常有趣 我在书里面有这个相片 就是它非常简单 因为伦敦它自己车子的方向 跟人家不一样 一定很危险 对 所以它就直接在地上写 look left look right 就是你看左边看右边 看右边 对 那个是宿租 对宿租直觉 这个是非常有效 我觉得很有用 好 其实日本人英文不好 我们知道 你好像也发现了一个 很有趣的标语 对不对 对 其实我真的不好意思 对我日本朋友们 我真的不好意思 可是他们的那个翻译 常常都翻译错 我每次看到 我都好想毛随自接触 我帮你改一改 所以最近 最近我去九州 我真的就 因为它那个上演 也是写得非常好笑 后来 而且它是翻中文 翻得不对 那所以一个咖啡厅 那我就去跟 因为我们把 我们一群人进去 就把那咖啡厅 几乎坐满了 那喝了咖啡 要付钱的时候 就聊天起来 我们台湾来 聊了一下 以后我就忍不住了 因为我那个好意 跟热心就来了 我就说 你们那个外面的上演的中文 写得不太对 他就说真的 那怎么写 那我就跟他拿了纸 我就帮他翻 我连英文也顺便帮他改了 就是帮他把它改好 他们因为他们 他们的英文 真的是比较不行 然后中文 我觉得也很奇特 我不知道他们都找到谁翻 为什么都会翻出那种 很奇特的句子 对 他其实那个sign上面 是要提醒你 你要 关于遗忘贵重物品 这件事情 请您特别留意 对 慧玲 你有没有发现 这就是他们日文的 一个句型 有没有 他就说 关于践踏草地这件事情 请允许ください 请你允许 请你仔细想想 那好 关于乱放东西 或随便放置东西 这件事情 请您小心 他说好意提醒你 然后就说 你不要忘了东西在这里 其实讲简单一点 就是说 不要忘了东西 对 可是他就把它写得 非常的优雅跟文雅 结果变成 当他再去翻译成英文的时候 我们真的 我们每个懂英文的 我们都笑翻了 他的意思就会变成说 对 这件事情呢 请注意 你要忘记它 因为你用英文翻译成中文 就说你要忘记它 对 所以就完全相反 真的 可是因为那个是一个 我完全不认识的店 我也就没有去鸡婆 去给他改了 是 好 虽然我们这样说 我们还是非常喜欢日本 对 说实话 我们每次去日本旅游的时候 都可以感受到他们那个 亲切体贴 然后我也晚地告诉你什么 那种 节制而有礼的一个社会 对 对 我相信你自己 应该也很喜欢去日本 对 我常常去日本啊 所以其实 我常常写关于日本的东西 只是在这一本书里面呢 我更希望跟大家分享 我过去这么长的时间旅游 这么多地方的一种心情 免得让他以为说 我只去日本 其实我去很多地方买的 对 这里面我们看到了 东方快车 热气球 去非常豪华的飞机上 好 我们其实不要再透露太多 非常诚挚地希望大家 自己去买这本书来看一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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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